直接在這個上方按右鍵 右鍵之後有個共用 共用之後會有什麼 共用 那它就會產生一個讓你選擇是 你要公開還是要私人 那這邊的話原來是私人 我把它改成在網路上分享 那你們只要記得這個網址就可以 這一串網址 按完成 比如說你們要找到這個連結 你就直接把這個網址記下來就好了 如果同學想說 老師這一串怎麼記呢 這麼一長串 如果你把這個網址貼上去 就會找到我分享出來 可是問題你把這些記下來 我看可能要記正確也很難 所以這邊提供給各位一個方案 就是說假設你們將來有個網址很長 你想要把它縮短該怎麼做 其實目前我發現最最最最簡單的一個服務 就是Google真的是太用心了 goo.gl 它呢就幫我們想到 如果你今天想要把它怎麼樣呢 網址縮短 它又提供給一個叫什麼呢 叫做URL Shooter 就是說呢 它可以幫我們把怎麼樣呢 網址縮短 它的網址就這樣 goo.gl 那要怎麼縮短 非常的簡單 你看把剛剛那一串怎麼樣呢 貼上去 貼上去一串很長 你看對不對 這邊有一個按鈕叫Shootern 好了網址出來 那你只要把這個網址怎麼樣呢 記下來 就可以連結到 我剛剛分享的那個地方 那這邊一串大小寫是有差別的 也就是說你記 goo.gl 斜線後面就是 2J 小寫的J 大寫的X 小寫的K E 如果你把這個網址記下來之後的話 下一次要請 就是回去的話 請先下載裡面的東西 下一次我們就要 上課的時候就會用到 下一次上課 那請你們先下載 第二個 就是那個Dreamweaver的部分 網頁設計的部分 那這裡的話 這個網址 記得要大小寫有差別 這個J應該是大寫 大寫 更正一下 2J X都大寫 K是小寫 7 2J X K E 其實你要記這個 前面都一樣 goo.gl 那假設說 你把這個網址 把它貼到你的 比如說我再開一個瀏覽器好了 把它貼上去之後的話 你們就可以看到 裡面我分享出來的資料 裡面總共會有三個資料夾 三個資料夾 那三個資料夾裡面 比如說我把這個網址 輸入上去 2J XK1 好 貼上去之後 輸入上去之後的話 請你們把第二個 先下載下來 那裡面會有一個PDF檔案 那個PDF檔案就是我們上課 要用的那個範例題目 有沒有 你會發現它自動轉值有沒有 它自動轉換成這麼長 短變長 那裡面的話 請你點開網頁設計 打開來之後 裡面這些都把它下載下來 那這邊有一個PDF檔有沒有 這個PDF檔呢 最好呢 能夠預先在家裡把它列印下來 這邊有一個Print 請你把它列印下來 下一次呢 我們上課會需要用到這個檔案 OK 那同樣的 在期中考以後的話呢 會講到那個Flash的部分 所以Flash的部分呢 請你們也是一樣的方法 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那再來 我想其他時間的話 就給各位盡量去發揮好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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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王主委接下來的 2JX K1 好 畫面先還給各位